中职兄弟向退役名将万人名王光辉 30号上午因为肝癌病逝享年56岁 他的老家光复乡泰巴拉国小 将各国首士气和照片相在围墙上 而其中一张王光辉、王光熙兄弟和启蒙恩师周广辉等的合照 众人在许多奖杯奖牌前参笑 让人不声息息 中华职棒兄弟向退役名将王光辉病逝 消息传回花莲泰巴郎老家 他幼时的老师、邻居长辈们齐聚他家门口为他哀悼 白把人送黑把人非常不舍 王光辉的父母住在光复乡泰巴郎部落 上午接到2号随即赶往台北 邻居长辈平时互动频繁 大家来到他家庭院等候消息是否能够协助相关后事 这附近的会首先就会来这里 会问看看有什么需要整理的 比如说环境啊 还有白椅子 那么就等一个家属或是大体回来 启蒙教练周广辉的女儿周百合表示 和王光辉是小学同学 当时父亲看他在练跑步 体力好 个子高 拉他练棒球 他很认真 打击也不错 父亲本身也是以前在运气时代的时候 也是打棒球的 但是在小学以前他们都有打棒 他父亲都有打棒球 培育许多棒球国手的泰巴郎国小 学校将各国手试机以及照片放在围墙上 一张王光辉 王光熙兄弟 以及启蒙恩师周广辉等人的合照 众人在许多奖杯 奖牌前参笑 令人不胜许席 旧旧高双双光复乡采访报道